总述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 有文有笔 以为无运者笔也 有运者闻也 符文以足言 礼间诗书 别目两明 自尽待耳 言言年以为笔之为体 言之闻也 经典则言而非笔 传记则笔而非言 请夺笔毛 还公其顿矣 何者 一知闻言 岂非言文 若笔不言文 不得云经典非笔矣 将以利论 未见其论利也 予以为 发口为言 主笔约汉 长道约经 述经约传 经传之体 出言入笔 笔为言时 可强可弱 分经以典 奥为不堪 非以言笔为优烈也 习路是文父 好为取尽 然泛论先兮 而实体未该 顾知九辩之灾 顾知九辩之灌匪穷 知言之选难被以 凡经律造文 各尽心力 多欲练词 莫肯言树 落落之欲 或乱忽实 陆路之时 十四忽欲 经者要约 愧者亦显 博者该善 无者亦凡 辩者朝夕 前者亦露 傲者复隐 鬼者亦点 或亦华而生粹 或礼拙而闻则 知夫条中未亦 张琴时难 灵人告何 不必尽调话之中 动用灰扇 何必穷初中之运 未闻笔篇章于音乐 盖有争以 伏不结盘根 无以艳利器 不剖文傲 无以便通财 财之能通 必知小数 自非原见区域 大判条例 岂能控引情缘 至圣闻愿灾 是以植树欲偏 似善意知穷树 气数任心 如脖色之腰欲 顾薄色之闻 借桥躺来 虽前驱有功 而后缘难寄 少计无以相接 多亦不知所删 乃多少之病或 何言痴之能知乎 若福善意知闻 则数有横数 岸不整五 以待秦慧 因时顺积 动不施政 数逢其极 积入其巧 则亦为腾月而生 此气从杂而至 视之则谨慧 听之则思黄 为之则甘愚 配之则芬芳 断章之功 于思圣矣 伏计足虽骏 莫千计长 以万分一类 且费千里 矿文体多数 共相迷伦 一物昔二 莫不解体 所以列在一篇 被总情辩 辟三十之符 故成一谷 虽未足观 一笔肤之见也 赞曰 闻常笔愿 有树有门 物仙大体 见必穷源 成一总万 举药致凡 思无定弃 离有横存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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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